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个项目的决赛了 男子双打的决赛 这是由中国队的年轻组合 李军慧 刘雨晨 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 李龙大 刘延兴 李龙大 刘延兴 也是本次亚锦赛的头号种子 他们也是未免冠军 查了一下交手的记录 这两队组合历史上还有过一次交手 是在去年的中国公开赛上 去年11月份 当时是中国组合 战胜了李龙大和刘延兴 比赛是打满了三局 在决胜局当中 中队的小将是23比21显胜 李俊慧的身高是1米95 刘雨晨是1米93 准备 准备 李俊慧和刘雨晨 他们昨天的半决赛 是战胜了老大哥 这个福海峰和张兰 进入到今天决赛当中 他们也已经入选了 马上将要进行的 汤姆斯杯赛的阵容 这对年轻的组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的半决赛 我们也为您做了现场直播 他们两个人非常的全面 这么高的个子 但是也非常的灵活 两个人都是能前能后 特别是他们后场的杀球 非常的有威胁 进攻连贯非常凶 而且整个节奏也是很快 没错 是非常有冲击力 也是非常有斗志 有潜力的一对年轻组合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弱点呢 就在于他们的节奏变化 稍微的少一些 就是强攻硬打比较多 缺少一些节奏上呢 这种有效的变化 而这一点呢 恰恰是韩国组合的强项 李隆大和柳元欣最怕的就是快 嗯 刚好今天我们这队 年轻的小家都有 所以说看这一场比赛 会进行的如何 嗯 比赛开始 李隆大率先发球 包了 李隆大还是紧张 因为先前的交手 已经输掉过一次 所以也知道他们非常的快 第一个发球呢偏高啊 中队直接退扑压 现在是刘宇辰发球 韩国队的柳元欣和李隆大 他知道他们要提速 所以现在有点乱了半寸 嗯 一 二 二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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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双方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 争夺的非常激烈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这个韩国组合 李隆大和柳元欣肯定是不愿意起球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勘紧前半场 所以前半场 嗯 都是评测快的 快速的将往 再来 标球比较高 加油 看谁都不轻易起球 对 这个球中队还是有点抢 抢了一派 对 打得还是很积极 嗯 加油 再来 好球 拍前蛇 这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樊尾和詹君的整个感觉还是非常的放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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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李军慧刚才开前断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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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一切进攻 封网再来一场 好球 所以中队的这两个人 那都是能前能后 这两个人到后场以后 都能够跃起杀球 而且那都是很有威胁的 那个头在这摆着呢 压锦赛呢 现在是国际雨联的 超级系列赛之一 它是国际雨联积分体系当中 等于是第二档次的 这样的比赛 现在在加速 连续的进攻得分 这一球发得不错 所以要求的是发球的这一番 第一排的发球质量好不好 嗯 这个男双的节奏 跟女双就截然不同了 男双好看 速度快 比较勉强这个球 还是太险潜第一排了 对 无论是主动和被动 我们要很快地分别出来 这三分都是因为发球的质量特别高 都很少气球 球也发得不错 三排球 对 定胜负 基本上我们看到很难 就是通过对方的这个中半场 对 都不给机会 都在抢 对 对 好 类伙 所有的 有这双的 准备 呢 接电球 这个球李龙大要求英雅挑战 中国组合确实是他们后场的进攻 非常的灵力 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因为李龙大和刘元新啊 一直在抢前三拍 也是他们不敢轻易地起球 对 一起球就被动 就挨打 挑战失败 还剩一次挑战机会 压得过重 可往往就这种出球 李龙大和李龙新才会有压力 杀 练贯得非常快 刘宇晨 刘宇晨已经很快了 不为了 对 打算是组 7 8 中国小将还是敢打敢拼 冲劲很足 出手呢 很坚决 很快速 就看发接发这个环节 谁处理得更好 跳球了 中央的进攻 我们不能慢 点光 机会 好球 只要起球 我们就可以得分 确实是快 而且整个进攻爆发力也强 这个其实挺难得的 很难得 很少 对 这么高的个子 他本身肌肉线条是比较长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天赋也好 对 也要有很好的这种爆发力 绝对是我们中国篮双的未来之需 就是像这种球刚才我们提到过 就是说我们的节奏上 还应该多一些变化 这对于年轻的小将来说呢 这是他们今后要提升的一个方向 在比赛中可以多磨练 对 在你封网的时候突然放一下网 对 就是我有一个前面的杀 也有一个拦掉 放网 也最重要是现在他们的主要得分手 对 非常的成功 他们就一直很坚决 很坚持在这样打 在这样做 确实因为这个进攻啊 太犀利了 太凶了 我就直接就打死你了 有言心退回来都来不及 对 嫌碰得特别紧 嗯 因为这边有点顺风 在挑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11 9 inter one 这前半局打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好 保持住 这边有点顺风 对 没有说一下啊 要说的那意思是我们要先断 先攻 能攻得死吗 不要老是想压太准了 你们基本上就压出去 他打回马上断打 就先拦他 让他起球嘛 刘宇辰攻也行 你也攻 咱们先攻 不一定要压 对 不要先压太几了 你想要我两边先逼 不 你逼 11 1号 少有几 你一逼完马上要拦 你逼完要拦 哎 啊 出事 刘宇辰的话就是有短球 他就要攻有短球 不注意 好不好 因为他发球有短球 注意啊 他顶风啊有点啊 他特攻是往那边吹的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 你都往那边打 不吹过来的 不吹 不吹 女士们先生们 在第一观看股赛时 请关闭闪光的拍照 感谢和合作 注定观赛的观 4.9 刚才打个大比赛 我感到有点变化 我感到的 都是变化 这球里龙的打到 他竟然是变化 对 6.9 像劉宇宙这么一个身高 1.93的身高 整个衔接得很快 往前压得比较狠现在 所以李隆大刚才弹了一个过顶的底线 不能慢 对于我们这对年轻的小家人来说 控制可以有 可是一定要打出你的特色和特点 你的特色和速度就是进攻 如果说你速度一慢 想控制李隆大和李隆兴 很快就能缓过来 而且自己容易失误 对 好球 球发的有点高 这个球李隆慧上得很快 直接推扑 因为李隆大的发球本来就不是很好 反应真快 来 一拍一个 这球反应真快 这球我们看李隆大 对不起 柳延新接发球是个滚网球 但是刘宇晨在前面反应得非常快 他们还是怕 一看我们起跳他们就紧张 对 这个无论职业还是业余都是这样 一杀三荒 对 最主要是他们的进攻确实很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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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球挑起来 这球挑的不好 不够到底线 所以是一个半场球 柳云兴和李永大现在前往 一般是不发力 还是保持主动 他主要是蓝调的比较多 主要是想行程进攻 然后通过高点来创造机会 就想办法不让我们进攻 就是 进得不错 再来 严贯 柳云兴杀 跟队友好的 再来 反击 再来 翻闪 还有 再把球挑起来 稳住 别急 刚才有一点失去平衡了 就得这一派被动起来 这段时间的对抗还是李俊慧和刘宇辰慢了一点点 消耗也是很大的 对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精神上的消耗 对 专注度的这个保持 对于李俊慧和刘宇辰啊唯一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快 刘宇辰 刘宇辰杀 输了边界 可惜 这球要求太高了 想杀的落点更尖 想杀的落点更尖 这球没有分队角啊 这球 小心 所以被這個 直接讓這個柳人星 再往前直接鋪了 首先啊 這排球 還是我們沒有擋碗 借了這排球球的力彈出去了 柳人星剛好借機會封完 柳人星和李榮大的 也能看出很累 因為他們實在是速度 我覺得這一次是非常快的速度 準備的也很充分 很精彩 就是要進行的 對 我覺得這段時間 一個是柳彥欣的發球 確實發得不錯 再有一個就是李榮大 他的分球 這段時間分得非常好 出來體現 中國隊判斷準確 7號 13號 17號 比賽 李榮大和柳彥欣 確實是一對能力非常突出的 經驗也很豐富的一對老將 也很全面的 對 有很多觀眾也很喜歡看 李榮大和柳彥欣的雙打 確實 李榮大雙打界的奇才 不論是男雙還是混雙 都取得過很高的這種成就和榮譽 在韓國相當於這個國民偶像 他跟很多人都搭檔過 正在成高成炫柳彥欣 再來 有點強 有點強 很強 現在中國隊不能急 中國隊不能急 就是當你形成進攻的時候 一定要 就是你可以保持一個連貫的態勢 你不要急於在兩三拍之內 就想打死對方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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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榮大和柳彥欣還是在用他們的技術 在限制我們 中國隊這段時間打得確實有點急 就急於一拍要殺死對方 對 穩一點 因為這樣球無論輸贏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斷念 對 能贏當然更好 因為他們是即將他們背的第二孫的 好球 好球 分對腳 對方輪轉 頂得不錯 還是技術上面的一點點剝落 很明顯 當對手始終處於保持進攻的一種局面的時候 我們的擺脫能力還是想用力再抽直線 可是當體能下降的時候無法形成 擋往控球的整個節奏的變化和出球的這種 就下降了 所以我們說過 就是說這對年輕的組合呢 就是他們的節奏變化 還是需要豐富的 還是少一些 還是需要豐富的 對 無論是攻防這兩端 他們的節奏還需要再多增加一些這種變化 對 手上的一些技巧 對 現在呢就是球很硬了 很硬了 直來直去 也是 首先因為年輕 有衝 就是恢復的也快 這其實還是一個技術 如果正常來說 這球應該是切野派的 二是1比14 這樣的話呢 韓國組合的李龍大和柳顏星 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用一拍一拍 我們再用一拍一拍 我再用一拍一拍 好 我們再用一拍 又不會交往 第二局 我們再用一拍 真的嗎 不然 哇 真快 剛才前面的訪拍的這一拍處理 一罵 李永大留一心就有機會 壓不住 就容易被對手放過來 這球還是發得有點高 一 二 劉宇辰發球 機會再來保持住 主動 射牌變線變得很巧 非常好 對 我們看現在韓國隊 感度太大這一拍球 對 從第一局的後半段 就是李永大的分球 就分得非常漂亮 他確實是有經驗 動作太小了 對 而且他是搶到了高點 在這兒擋著 對 停頓 就是第一局的後半段 李永大就用他的這種 有智慧的分球 破壞了中國隊的連續進攻 對 他手上還是有技術 對 你才能打得出去 對 他有意識 對 然後有預判 還有技術 挑起來 劉宇辰 第二一拍 殺 保持住 再來 對 只要我們起拍 李永大和劉宇辰 還是往後退得更多 打好發接發加油 還是有機會的 嗯 別考慮太多 就是我們現在在防守的擺脫上 我們還是欠點火候 現在單一化 對 欠點火候 如果有結合一拍擋碗 再跟進 再開始 或者是李永一拍分對角 要有化解的能力 對於孫達來說 都在快速當中化解 對 你從被動當中的擺脫 嗯 如果你一直抽 就是球出得很重的話 本來李永大 整個往前照著面積就大 3 2 玩 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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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 來 保持住 慢拿一點 連續的進攻 撸撞 刚才就是环节在李隆大多了一拍回饭 他没起球 马上被动的局面变成他主动 对 这一点是我们年轻球员需要向这队老将学习的 我们看到李隆大和人精的摆脱 多交手自然会提高 对 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有冲劲 接下来呢需要在一些细节上再去丰富 对 四 二 打得太高了 李隆大 太高了 发球的时候实在是要考虑很久 因为当你被扑一个的时候被扑第二个的时候心理上就会产生恐惧 一直在抽直线 接外了 挑战 现在这个球李军慧呢提出了一个挑战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鹰眼的这个拍拔 这球很接近 柳延兴 李隆大也在看 这是 深厉害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是第一拍的發球 只要搶住第一拍 得分的概率就大 永娜還是提出來換球 永娜也想暫停一下場上的一個節奏 經驗豐富 高質量的一拍回放 6-4 加油 中國隊還是要放開打 不要猶豫 盯緊發接發 不要考慮輸贏 對 就是我們在形成這種進攻的時候 一定是要看準 要穩 對 就是我不是要在這一兩拍內打死你 我只要形成一個連貫的進攻的壓迫態勢 保持主動 對 有的時候我們這個下手太狠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有時候在節奏變化上 年輕球員他還是有欠缺 該放 該收 要有 對 你一味的這種快是很難保持的 所以應該就是在第一局間歇的時候 張軍之導也談到了 就是說在前排你得有調 有籃 對 一定要有 對不對 因為全是重 對 你得有藍調的這種節奏變化 因為韓國對 李永大 李永新可以不動 他本來站的反手位就厚 嗯 能頂 然後李永大如果說頂到李一排球 分一個對角線 我們就很吃力 沒錯 對 不要急啊 就保持這樣的態勢 這一排還是連接的問題 殺球殺得不重 對手可以分對角 我們的行程一定要是 殺得很深也很重 那韓國 那李永大 李永新呢 出球只能回直線 小方塊的這條範圍 就是二分之一場地的這個範圍 對 你得 就我們需要這樣的球 對 這個球 李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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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新不應該 手上的一個球 其實已經抓到了那個 劉宇辰的這個球路 來 兩分 好 加油 落後兩分 是 打球 跳球 現在重要的是把這個比分咬住 好 好 如何 還是 好 好 自由 機會把握住 保持連貫 跟得真確實是快 還是一樣 手上一個停頓變對角線 打破了我們的連貫 9 6 在快速當中對看的時候 看誰敢變 打破 先有個殺不動 理解後面的三拍球 還是以保持點殺為主 這個打到現在 體能消耗很大 因為中國隊一直是想辦法 在後場要起跳殺球 每一拍都是絕對的 百分之百的力量在殺 對 是全力在殺 對 以後也會透支的 之前的半決賽 他們打張南和傅海鋒那場球 就打得其實很激烈 很艱苦 很激烈 對 高強度的一個對抗 本身在體能上就有消耗 好 這就是身高的優勢 對 手臂直接就離碗特別近 你一發球我一伸就可以拿得到 對 中國隊想要換球 三分的差距 好球 好球 別搶到一塊 贏得不錯 機會 這球我們看就是韓國隊後場 殺完了以後也連貫不上 對 這下全力殺完了以後 所以就是全力殺球 看誰的手上能力強 可以擺脫對角 對 對 而且還是有糊塗的 不能是平的 對 因為你得過前面就能頂 對 對 這球柳彥星全力殺完以後 也連貫不上了 這球路很清楚 這三球 中國隊現在是把比分咬住 韓國隊現在也很累 你看這個運動服已經完全的濕透了 已經貼在身上了 前到了第一拍 利隆大 還是拿到了高點 這個往前的高點 所以往前的高點爭奪很重要 非常重要 11比8 第二局的間歇 對 20 seconds 20 seconds Coach Leave the code please 11 8 Play 11 8 Dio Yixing 发球 8的太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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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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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这个球出的有点消极 是 11 这刘元欣 李龙大刚才这板球出的有点消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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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被对方的揭发球呢 就是拿到了高点 12 10 三场球 要求发揭发做到 在这场里面的70% 嗯 刚才走 冲突 最后 吧 我们赶快 起来吧 李龙大发球很小心 这个球 嗯 这球 这球的 非常非常消失 这个球的 两球的 两球的 这两球的 不够远去 对 都以为对方要接 对 刚才李龙大发球可拎得够高的 我觉得 李龙大现在发每一排球都显得很久 这刘大就有结合弹一下 他这就是一个变节奏 对 有为了破坏里的连贯 对 划得太高了 又是一个 不能急 再来 刘大还是担心 担心这个球过去高 也自己拍拍胸口说 我的我的 别在刘大跟刘延新配合当中 刘延新是带整场比赛的节奏的 刘延新的失误完都会看看刘延大 刘延大一般失误完 就是自己就肯定了 刘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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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一球 回得快 这球太快了 李隆大 确实快 都来不及反应 后退当中 你看李隆大这个拍子始终是举着 然后平抽一拍 李隆大是88年9月11号出生的 身高1米80 体重73公斤 确实是一个能力非常突出的 一个双打的运动员 全面 嗯 电线出戒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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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al 15 李隆大他除了男双之外 他混双也打得很好 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他是搭档的应该是李孝珍 拿过这个混双的金牌 还是有点高 还是有点高这个8球 只要我们比分咬得紧 李隆大就容易犯错误 在8球上面犯错误 比分拉开他就敢发 所以我们一定要咬住比分 给李隆大压力 没有变对角 始终形成在直线 对 这个球刚才 其实李军会有机会变一个对角 然后让中队摆脱出来 一定不能始终都在给直线球 你还是要想办法去破解对方 然后呢这个进攻 对 飘进来 刘宇传杀 后杀前锋 操布钞 下锋 起碟 冠绘 十四比16 速度一定不能慢 好球 这个变化还是很突然 而且呢收到了效果 1米95的身高 就有发球的优势 对 他的腰就 他腿长 因为用腰来判断 这没办法 优势就这样 回过头跟这个发球裁判 在申诉 对对 没办法 1米95的身高 这球 弦断了 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这球弦也断了吧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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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妍兴 黄妍兴 黄妍兴 给了柳妍兴一张黄牌 就是示意说你换牌子 你要跟我说 对 你得经过这个主裁判的 主裁判的同意 对 你去换牌子 好球 16平 16平 全 好 玩 大了 我們現在可以快速地分對角線 可是要求不要這麼高 小角度的就可以 來 畢龍大的發球 發得還是比較高 籃掉 後場進攻 宇俊慧 對方分對角 好 始終可以保持主動 就是中國隊現在打得 就是比之前耐心了一些 我就要殺死你了 有些球還是處理得比較穩妥 對 就是我殺死你以後 我前場籃掉以後 逼著你繼續要起球 打得很快 這就快速的一種對抗 起拍 揮拍 速率 對於中國隊的這對年輕小將來說 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我覺得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個子很高 他已經蹲得很低了 對 你看他已經這個前腿攻 對 後腿去 然後呢再拿這個 趕緊把重心降下來 對 還是一樣 第一派的花杰發 搶住 好球 再來 別急 好球 十八平 這一球 有眼睛失誤了 好球 李俊慧和劉仁 確實打得很好 所以能夠入選今年的 湯杯的陣容 對 也是昨天 李永波總教練 在半決賽的時候 就宣布了這個各陣容 也是給 這兩位年輕的未來之心 一個肯定和鼓勵 對 加上 1 2 來 加油 現在屬於 所以鳥依欣和李永大 始終在頂 儘可能把球了進攻的時候 我們進攻的時候 他儘可能分出去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連貫 不要急 關鍵是現在呢 中國隊呢本身呢 體力上也有所下降 加油 現在我們的進攻呢 後場呢還是就是 太過直接了 李永大發的又非常高 我就說了 比分只要進 李永大發球啊 就往上飛 Double 90 李永新發球還是會好一些 李永新會和劉宇宣今天 給李永大和劉宇欣在發球上面 太大的壓力 可以說在這一塊上面他們是被動 劉宇宣發球 李永大球排線斷了好像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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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比19 這樣的話呢 韓國組合李永大和劉宇欣 拿到了冠軍點 李永大呢換了一把拍子 試兩下 有延星發球 第一排的接發球 嗯 20 決定 19 來 準備 又發高了 比分越緊 越近 他們越緊 不會發球了 球發得比較高 同時呢我們看到呢 這一球呢應該說 中隊呢李軍慧呢 剛好扑上來以後 也對上了這個點 對嗎 太高了發球 3 3 這球 這球 帶停頓的一個球 彈後底線 對 這球確實是啊 手法上確實是 有他過人的地方 正常來說 在這個比分上面 應該是平抽檔更多一些 輕易地彈後底線的話 正常的是 因為我們的進攻很凶 一般人不敢 李永大確實是這一拍 出得很有突然性 還是很有想法 一高人膽大 對 他帶一個停頓 對 看到你往前一頂以後 他馬上 彈一個你的後場 看一下這個發接發 李永大發球 第二個冠軍點 李永大準備得很充分 發球 發高了 再來 來 好球 有的發球還是高 對 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隊的組合呢 要有這樣的節奏變化 對 我不是每一拍都 重力去殺 對 就因為對方的站位 已經很靠後了 對 都是在頂你的這種 重板的殺球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中國隊後場的進攻 一定要有一些 節奏上的這種 力量上的這種變化 借外了 挑戰一下 這球也很關鍵 這球很關鍵 看看最後的落點 沒壓住 確實沒壓住 他這個重心還是在往前移 對 對方那個球彈過來以後 對 這球手腕上沒有壓住 球也比較衝 對 不好壓 打一下就好 所以不能所有的球都發力 對 這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的節奏變化 對 跳起來 發節發過不去現在的 好球 加油 加油 中國隊已經救了三個賽點了 打得非常 加油 繼續保持 加油 加油 這排球是很少見的 月奇批殺 批殺 他也看到了一個位置的變化 中國隊整個的站位呢 都靠這個頭頂區這一側 正手那邊的空檔稍微有一點大 所以李隆大越起以後批殺斜線 還是觀察到 對 場上越是激烈的時候 要求運動員呢 越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頂 判斷要快 對 23 22 比賽打得真的是很膠著很激烈 很好看 李隆大發球 看一下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嗯 太高了 發到天上去了 李隆大正發球 緊張 對 這一個就 又控制得太小心 猶豫了一下 這球還是不堅決 對 還是不堅決 三軍 是 覺得這球很可惜 嗯 這看劉彥欣發球了 這 24 23 比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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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平 就看发肩方 这他的连贯还是比他们要快 他连贯 两个人的连贯快 对 25 24 现在刘宇成在后场的整个能力 还是有下降的 李俊慧还是保持得不错 非常明显 又到了李龙大发球了 就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还是发短的还是会偷一个后场 对 看一下 短的 过不去 李俊慧今天也是晕了 25 5 2 所以他自己引在发球上面呢 犯了太多的精力 下一派的连贯自然就慢 运气不错 这球回了一个滚网球 李龙大 没想到 再看一下 26 发的也有插网 还是一样 不要因为这个球所影响了自己的精力 重新开始 现在都是在盯发接发 没有别的 就盯第一排发球 对 加油 又发高了 中队有进攻 再杀 再来保持住 再来 好球 漂亮 26 26 平 中队的刘宇宠 李俊慧 打得非常顽强 连续地化解对方的冠军点 继续地咬入比分 加油 李军慧发球 刚才不应该变 想法是好的 对手是怕你的发球 不是怕你的发后闪 关键时候不能改变你得分的战术 你要知道对手 我现在怕什么很重要 因为之前偷过柳岩星一个 偷成功了一个 所以我觉得柳岩星应该是 就是绷着这根弦呢 就不能让他再偷我一个 和现在比分很接近的时候 你的发球的速度肯定没有刚才快 你肯定以稳为主 27比26 李荣大发球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 不知道李荣大会怎么发 太高了 这球啊中队的机会球 但是呢很可惜没有把握住 李荣大这排发的多高啊 这球呢刘宇晨呢揭发球推扑的时候 这一排行没有压住 这球推得有点长了 刘宇晨还是我前面说累啊 精力明显有点下线 打得非常精彩 最终呢是28比26 韩国的组合世界排名第一的 李荣大 刘宇晨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从而以大比分2比0 战胜了中队的年轻的选手 刘宇晨和李俊慧 获得了201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双打的冠军 看这个球真是太可惜了 这队选手也是我们的男双的未来之星 非常期待他们在汤杯里面中的表现 我觉得肯定还是很一鸣精男 没错 这是中队的一个秘密武器 对对对对 确实厉害 对 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场比赛 虽然失利了 但是呢也看到了这两位年轻球员的 这种潜力 和他们身上所预含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在风云组合之后 我们的男双又有了一对 很有潜力的新年 而且新希望 对冒出来去接班 我们也希望他们呢 能够保持这样一个上升的势头 然后呢为我们的羽毛球 特别是男子双打项目 能够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好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整个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转播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韦杰在武汉前方 没有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的羽毛球直播节目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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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